Pura 70 Ultra 終於到手了 這次的發佈會其實不是發佈新手機 在我手上是我和一個好好的雙手朋友借了一部國行版給我試 難得去到馬來西亞 我們用新手機試拍照和拍片 整個 MediaTrip 我們大部分盡可能都用新手機拍片 這部是Ultra 今次的主角 重返國際市場的第一波產品中最厲害的手機 要關注它的原因有很多 我自己最關注的會是 它們在有國博弈之中 晶片的進步在這幾年裏做了甚麼 還有這個相機感應器是有一吋的感應器 還有伸縮鏡頭的設計 實際上畫質拍照和拍片 會不會因為這個伸縮鏡頭反而不進則退 還是真的會有驚喜呢 但不得不承認 作為一部有一吋感應器 主鏡頭的手機 它的相機系統的厚度控制得相當之 算是這樣的 這次的 Trip 其實它們有整個生態圈的產品 還有手錶 平板電腦和電腦 稍後我們會帶大家去發佈現場 看看它們有甚麼搞作 但這部相機 出發前看看 最盡它是做到100倍 zoom 是否可以 實際出來的效果又可以 超過鏡頭 主鏡頭 3.5倍是光學變焦的 10倍數碼加光學混合變焦 30倍 都仍然是Sharp 接著這部有趣了 100倍的時候 出口的那隻字 AI RANDAL 不知道它是甚麼字 但EXIT 就很清 這裏吃飯我們又要拍照 試甚麼呢 它的軟焦鏡頭 3.5倍光學變焦鏡 它是有支援長焦微距的 現在的主流趨勢 但它的重點是 用這個軟焦鏡頭 去到10倍的 zoom in 的時候 可以做到一些再誇張一點 嘩 啤酒泡 事實上現在都越來越主流化 這個長焦微距 包括剛剛新的Sony Xperia 1 6 還有Vivo 小米 都有長焦微距的設定 這部也有 下一站就是發佈了 但現在在噴水池 哇 今天很好天啊 拍幾張人像模式的視像 它的人像模式確實是做到一些東西 這張是3.5倍 人像佔畫面比例其實不算多 哇 人像跟背景的分別是做得A-Plus的級數 完全找不到甚麼下次 這張是一倍 其實一倍的人像模式反而更加容易出事 即是大部分手機來說 Pura 70 Ultra 的人像 樣子的部分和頭髮絲邊緣的位置 是準確到不得了的 而在新的部分 衣服、褲和背景 我特意找這張後面多些樹蔭和噴水的效果 都是出乎意料的精準 無論如何 我們不拍攝人 拍攝景時 在大太陽之下拍攝噴水池 哇 特意給大家看 放大看看細節 當時我用了Snapshot 模式 這個神秘的功能 我們稍後會再講 它可以用到一個極快的範圍速度 拍攝這些動得更加快的東西 可以做到一個很Sharp 的效果 你看這些水花是極之Sharp 銳利 OK 現在我們就在他們發佈會出面 第一次回到國際市場時 有什麼產品會來到香港 首先我們看一隻 是1000元以下 但有方形OLED螢幕的一隻智能手錶 它有一個極輕極薄的設計 以及一塊1.82吋的OLED螢幕 它是方形 以及有10天的充電器 還有睡眠偵測 運動紀錄這些功能 沒有你都不相信 Watch Fit 3 在香港 是5月17號正式有得買 售價是1000元 找1元 即是999 起 它的功能很齊全 以及樣子不差 Apple有新的iPad Pro 但這裡也有一部MatePad 11.5s 我們先看看MatePad Pro 13.2 真是不得了 也有一個鍵盤 有鍵盤在後面 平板是有Harmony OS 他們那支筆有一個專屬的App Go Paint MatePad 11.5s 的最大重點 其實是它表面的Paper Matte Finish 因為磨砂面 防返光 最主要是筆的觸感 就有一個紙張的感覺 然後這裡還有一部最高配置到 Intel Core Ultra 9 行Windows的MateBook X Pro 它的重量是980g Harm Under 1kg 有14.2吋的OLED螢幕 這部機很輕很薄 效能有Core Ultra 9 還有Windows 這部機的TDP 去到40W 我們今次要帶了一部機到夜市 看看它的HDR運算和顏色 跟不跟上時意 首先拍片 它的HDR很積極 基本上所有高光的細節都能拉回來 暗處那棵樹的綠色也能看得到 但我認為它略為顏色有少少過份鮮艷 銳利化都比較積極明顯 未必有一些像電影一樣 積極HDR拍照時會更加明顯 它很明顯地把高光的細節 拍照後會拉回來 同時你會看到它的顏色鮮艷 暗處也有足夠提升光亮度 高光的曝光位置又拉回來 它連Selfie也一樣 都有很積極HDR 人像的位置是光 跟著在後面高光的燈牌 和當攤的細節也會拉回來 積極HDR 一吋Sensor的主鏡頭 再加上AI的運算 真的沒有太大的低光拍攝限制 現在看看相片 其實我都不記得當時現場環境有多暗黑 但也期待有機會之後 再認真一點 多一點時間認真去測試這部機 去挑戰一下這部機在香港拍攝夜景 或者拍攝夜景人像的時候 那個Limit 限制去到哪裡 或者有實拍效果 再更加仔細刁剪研究給大家看 吃虧卡 給它們試試看 看來你們看 吃虧卡 時薪的 最後還有一個功能也要拿出來看看 就是 Snapshot 這個功能最主要的作用是拍攝一些動得快的物件 其實人、動物、寵物、死物車都可以 它可以透過 AI 多張合成 多張合成一張 Sharp 的照片 亦都可以自動偵測到現在畫面動的物件 動得有多快 然後調校 Shutter Speed 的快門速度 Six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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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香港 這部機器有幾個主要位置要關注 第一是Google Google在這部機器怎樣用呢? 在原生的華為 App Store 裝了 Micro-G Service 之後 我自己就有試過 所有我用的Google Apps 都是用得到的 WhatsApp Instagram YouTube 和Gmail 全部都很正常用到 這個反而是我第一次拿到這部機器的時候 吸引了眼球的位置 是這塊6.8吋四曲面的螢幕 除了左右兩邊 它上下邊框都有做了3D弧度 這個現在其實都普遍 或者我們有見過 但是這塊螢幕的顏色顯示 反而吸引了眼球 它有支援120Hz One Billion Color 主流旗艦機的配置 而它有支援2500Nits 最高光亮度 而關於這塊螢幕 今天的影片贊助 Tri-Skin 全透過手工玻璃貼 被華為 Pura 70 Ultra 系列用的玻璃貼都推出了 全貼合手工上膠的技術 可以確保到玻璃貼 和四曲面的玻璃面板 完全緊密地貼合 中間是沒有空隙和空隙 可以完美地盡可能最大程度 保留原油的顏色顯示 對比度和光亮度 對原油的顏色顯示和螢幕的畫面質素 影響減到最少 如果大家入手生機後 對於玻璃貼的質素都有高要求 歡迎到影片描述的連結去參考 接著是晶片方面 KIRIN 9010 的處理器 它的工藝製程仍然是沿用7Nm 我相信它正在進步 以及努力研發去突破工藝製程 而在現在觀察到它們的思路 似乎在工藝製程上未趕上最新 就嘗試在核心數上去補救 到今次的KIRIN 9010 處理器 已經數一數有12個核心 實際出來在Geekbench 6 的 CPU 效能分數 4,000多分 這是甚麼水平呢 大概就是Snapdragon 8 Plus Gen 1 都兩年前的旗艦機 更多的效能測試 以及實際操作體驗 希望之後有機會再和大家安排 更加深入和更多的測試 但初步的體驗 無論在拍照還是看Youtube 日常操作上 配合120Hz的螢幕 其實都已經是同一部當代 最新旗艦機的靈敏度 未必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但當然在重度使用上 以及玩一些最新的大型遊戲 估計還是有些分別 最後還有5G 在香港能否使用到5G 我手上這部是港行版本 在設定中看到 最多只是2G、3G、4G 沒有5G支援 我都插了自己的SIM 卡 是用不到5G 但我亦有試過 在國行版上 插上我把5G的卡 沒有顯示5G 但實際上 使用到5G的網絡和網速 實際上如果大家對於5G和Google服務 有更多的仔細想查詢 歡迎大家可以去三和電器 借機給我們 這次拿去馬拉西亞 去問他們就可以了